辽西会战是国共双方在国共内战时期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决 是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向被分割于沈阳、长春、锦州等地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而国民党的统兵大将是素有蒋介石、武虎上将之称的魏力皇 他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抗日战争为蒋介石履历战功 甚至日本人也称其为中国虎将 可是,在辽西会战期间,面对解放军围攻锦州的危急局势 魏力皇靖多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拒不派兵救援锦州 最终,蒋介石直接调动料药香第九兵团,组成西晋兵团 不仅锦州没能救下来,而且还葬送了料药香兵团,在东北一败涂地 后来有人说魏力皇是卧底,原因是拒不出兵,耽误了救援的最佳时机 也因为魏力皇跟共产党的私交过密,令人起疑 那么魏力皇到底为什么不同意救援锦州?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魏力皇上任之前东北局势已经恶化 1948年2月,魏力皇接替陈城,担任东北剿总司令 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不是几年前可以将东北民主联军赶到松花江以北的局势了 选定魏力皇任东北剿总司令,虽然他不是黄埔出身 但是中央系,起码比白重洗更得到蒋介石信任 而魏力皇的军事才能,在抗战时期也是立下了不少战功 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重,所以蒋介石手下的统帅型将领数量极少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的统帅型将领都是疲于奔命 连胡宗南、刘志都敢鸭子上架了 但魏力皇却因为反对内战,而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出国避战 蒋介石直到陈城在东北惨败时,才急令魏力皇回国 刚刚回国的魏力皇,成为当时蒋介石手下,唯一处于闲置状态的嫡系大将 而当时的东北情势,共军已控制东北大部分土地和人口 国民党军队的四个兵团,加上地方安保力量共约55万人 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 同时,由于北宁铁路被解放军截断 关外长春、沈阳通向关内的路上交通被切断 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 而且当时长春的郑洞国已经被解放军包围 锦州又遭到解放军的围攻 容不得坐镇沈阳的魏力皇有任何差错 所以他选择了龟缩避战,不再像陈城一样出去进攻解放军 而是收缩兵力固守大城市 其次,魏力皇三次拒绝蒋介石都有自己的考虑 原先,魏力皇对国共问题的立场较偏向以政治谈判解决问题 与蒋介石的主战色彩极为格格不入 从魏力皇到东北上任之后 很快蒋介石就命令他打通关宁铁路 确保关内外,国军联系畅通 特别是路上的物资供给 但被魏力皇拒绝了 原因是魏力皇认为解放军冠于围点打员 惯于歼灭运动之敌,而聚于攻坚 而当时国民党军队武器缺少,战斗力差 出去就会陷于危险 没过多久,长春被解放军围困 蒋介石又命令魏力皇去救援长春 同样被魏力皇拒绝了 原因是魏力皇认为 救援长春国军的可能性为零 如果出兵也会被消灭在途中 不仅长春保不住 而且还会丢掉沈阳 而谁来负这个责任 是蒋介石还是他魏力皇 此后,解放军围固长春不下 转而攻打锦州 蒋介石再次要求魏力皇 出兵救援锦州 魏力皇又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出兵必败 救援锦州应该由官内的副作义负责 自己出兵不仅救不了锦州 反而会自取灭亡 当时蒋介石找来傅作义和杜玉明一起商议 傅作义和杜玉明都说 东北情况不明 不便发表意见 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蒋介石的救援锦州的主张 最后蒋介石直接命令魏力皇辖下的廖耀香出兵 廖耀香也知道救援锦州风险很大 在救援路上瞻前顾后 1948年10月14日 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 15日占领锦州 东北脚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遭到俘虏 驻访锦州的国军被东北野战军消灭后 东北局势对国军已经极为不利 但蒋介石仍坚持 分别由锦西和沈阳 东西对晋 收复锦州 随后 在撤往营口时 廖耀香在黑山一线 遇到解放军顽强的阻击 丧失大量时间 东北野战军主力赶到 对第九兵团展开 穿插 合围 分割 在一片混乱中 廖耀香所不被监 第九兵团司令官 廖耀香被俘虏 总之 在辽西会战之前 国民党在东北 已是被动局面 由功转手的颓势 对于魏力皇而言 他所想的是在东北死守拖延时间 以待国际局势有变 或是国际调停 再途将来 魏力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认为打出去必败 逃跑又负不起责任 只能采取死守之策 东北失线后 国大代表纷纷要求 杀魏力皇以婉士气 蒋介石以东北剿匪总司令 魏力皇遗物容积 下令彻职查办 魏力皇被软禁于南京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感谢你的喜欢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